好,花蓮市民运社区美轮守望相助队 相继在7月是荣获了内政部颁发 111年全国社区治安标杆社区的肯定之后 这次在推动社区治安工作评鉴 是再度获得一般组甲等的肯定 花蓮市长温家贤日全特别前往民运社区贴红榜 肯定他们的表现使花蓮市各里及社区学习标杆 也期盼各个社区能量可以提升来争取荣耀 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可以象征出我们美轮地区的治安 还有各社区的凝结力真的非常非常强 在此要谢谢我们黄池桂里长 李美静里长大力的一个推动 我们相关社区的一个治安 当然还有我们林志鹏里长 让整个美轮地区住起来安心更安全 那也让这边的民众乡亲 对于我们治安的评鉴跟满意度都非常非常高 那未来我们也期许 不论在硬体的部分 软体的部分 花蓮市公所也都会全力地来协助 也配合我们社区治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民运里里长林美静也感谢市长等人 他表示会再接再令 持续为社区来服务 从107年以来 50个队员在不管是社区评鉴或者内政部的 标杆资安社区方面 那每一个人的目标就是打造友善的社区 居安的社区 那很荣幸我们都受奖了 50个队员就是那么开心 那白天互同夜间巡逻 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个相聚的一个巡守队 那也融入了非常多的感情在里面 因为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所以有时候警察有些需要帮忙的 我们在执勤的时候 马上调派巡守人员 马上去协助资源 让整个进行状况的处置都能够顺利地完成 而且在巡守方面发现有什么状况 也立即跟派出所反应 然后再一起处理 让整个社区方面的治安都能够安全 社区也借着贴红榜活动 感谢社区妈妈们协助制作豆腐乳 透过意卖筹措助学金 帮助不少社区学童 让小朋友能够努力相学 对于民运社区运用社区资源 关怀弱势学童的一举 市长威嘉贤也给予高度肯定 期盼各个社区能够以民运为楷模 借时的一群华联士报道